冰坡正式确定4月20号返场 那么此时的冰坡国服呢 已经剩下了20张 被月影的26张压在了第二 但也不是说冰坡就不是A车第一了 毕竟大部分冰坡能跑的图 月影是不可以跑的 有流火的腾空图 还有时序的短渡车的高动力图等等 那么冰坡对比月影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冰坡依旧是A车第一 但冰坡的状态正处于下滑状态 也是事实 按照去年的发展趋势看 今年的话冰坡的国服数量 很有可能会剩下个位数 那么冰坡呢 可能也会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飞车历史发展的规律 没有一辆车是长盛将军 就像元杰当年也是多强多强是吧 现在国服数量呢 依旧快变成个位数是吧 不过呢咱之前也说了 以后很难会出现像冰坡一样的 双流氓特性A车了 所以即使没有国服 冰坡的双特性牛错依旧吃香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性能不错的情况下 赛车的稳定性也很重要 而恰巧了 冰坡就是目前最稳定的赛车 所以等到冰坡的稳定性 已经弥补不了它的性能缺陷时 就是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好本期视频